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软体本身 我们选择工具列上面的钢笔工具 我们先绘制出一个内页 绘制完毕以后呢 如果你角度想要调整的话 选择白色箭头哦 点选节点 就可以进行调整 接下来我们选择黑色箭头 点选物件以后呢 按下键盘中 Alt 滑鼠会出现两个箭头 这是快速复制哦 然后用拖曳的方式呢 可以拖曳这个复制的物件 接下来一样选择白色箭头 点选节点 我们来更改页面的角度 回到黑色箭头以后 第二个复制的物件呢 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排列顺序 移至最后 在这里跟各位同学们提醒一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渐变的过程呢 中间这个范围就是梳的厚度哦 你可以根据你梳的厚度想要厚一点 还是薄一点 来进行调整 角度跟厚的部分 我先选择这个样子 一样用黑色箭头 选取两个物件 将滑鼠移到视窗的最上方 物件 渐变 我们选择制作 点选下去以后 中间这个地方 是它渐变出来的物件 那渐变的部分 我想要越多的话呢 一样选择物件 渐变 渐变选项 在这里兼具的部分呢 我们下拉 选择指定接数 在这里它原本数量是1 预设的部分我们先打开 那如果我设定成5的话呢 可以看到中间渐变的部分 变得比较多 那如果我想要张数越多的话呢 数值可以大一点 那这样就完成了 我先按下确定 那如果这时候各位同学觉得书的厚度 想要更厚一点的话 可以先选择白色箭头 我们先点选空白处 让节点消失 首先我们选择封面 来进行拖曳 可以看到中间渐变的过程还是在哦 但是会意味你移动的角度而变得不同 这时候你就可以调整你要的厚薄度 甚至如果你的内页的部分 你形状想要改变的话 都可以进行调整 渐变的部分也会跟着你一起更动哦 接下来我们选择黑色箭头 选取物件 我想要它笔画的宽度细一点的话呢 可以调整它的数值 那如果各位同学没有笔画这个视窗的话 可以将滑鼠移到最上方 视窗 笔画 就会有这个小视窗哦 那现在因为这个物件它没有展开来 所以不论你怎样调整宽度 它是全部一起更动的 那如果现在我只想针对我的封面跟封底 来进行调整的话 我应该怎样去调整呢 在黑色箭头的状态下 我们选择这个物件 然后点选视窗最上面的物件 展开 按下确定 里面渐变的物件呢 也开始出现了节点 按下滑鼠右键 减散群组 这时候你就可以针对里面的物件 进行移动 那我封面的部分 我宽度改成1 我改成1.5 封底的部分呢 笔画的宽度我也改成1.5 那这样子还没有完成哦 一本书还有它的书背的部分 我们把图层1 先锁起来 新增图层2 图层2拖曳到图层1下方 在图层2的部分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书背的设计 选择钢笔工具 我们绘制出的书背在这个部分 从这个点 到封面 我们绘制出一个矩形 我绘制出的书背这部分呢 它在这里有个尖角的部分 我们点选这个书背的物件 再笔画这部分 我们可以将尖端改成圆角 原本尖键部分就会消失了哦 那这样一本书就简单完成了 那今天分享这个做法呢 利用键变的过程 可以快速的帮你绘制出书的内页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加个喜欢吧 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影片见哦 拜拜 К�cs 我死去 received 我可以割一下 我ık就是 那别忘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